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接着交流 大一的时候 父亲肝病去世 因为这件事呢 母亲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所以我在学校旁边租了间房子 把母亲借回去一起住 这样能多陪陪她 后来我在北京工作 也想把母亲接到身边 方便照顾她 但是母亲执意要留在童话 一年之后 我也选择回到了童话 陪伴母亲 这个儿子的孝顺我理解 看现实情况吧 如果他们自己能独立生活 把家照顾得挺好 我自己生活挺好 不愿意和他们年轻人在一起 有带狗生活方式各方面 还是自己过得好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品香读书 特别喜欢看一些古代的历史类的书 我特别喜欢的人物就是司马尼 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 忍辱负重 卧心长的 最后一定要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不喜欢总是撒娇卖忙的女孩 比如说医长就打电话 小哥哥 小哥哥 你陪我出去逛街呗 这种的话我挺受不了的 就是让人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的那种 不行 我看你上台的时候说你喜欢温柔的呀 为什么说刚刚在那个VCR里面又说小哥哥小哥哥不不喜欢这种 为什么 你是小哥哥小哥哥这种吗 我不是 我说亲爱的你陪我去逛街 亲爱的你陪我去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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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一个女嘉宾 这种肯定是受不了的 这种肯定是受不了的 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为什么受不了呀 以这种形式来表达一种可能情侣之间这种爱啊感情啊 嗯 倒也没错 但是毕竟现在这个糖尿病发病率比较高 肯定是韩强量太高 她还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句 那种 她没等发挥的很正常呢 但是我相信如果从我背后看的话 也能看到我刚才后背有这种轻微的嘚瑟和颤抖 啊 这种也是刺激到心脏了 这样不是很温柔吗 我认为是我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子 嗯 就是其实这种吧 跟他差我的温柔啊或是黏人啊 可能算是比较有一种情调 这个没关系 但有人他就是这个性格 他时时刻刻说话都这样 那也不是我生气的时候就有公主气 公主气你知道吗 啊 知道 什么样的 就是碰到第二个致命的呀 公主气肯定也不行 你跟我说说啥是公主气 是不是就像说那种公主病 就是不管而且生气了 而且还肝火 公主气跟公主病不一样 公主气是什么样 你跟我们说说 你还是有文化的人呢 对啊 有文化人 但确实一直没有研究过女性心理 要么不至于到二度 公主气就是在我生气的时候 我很难哄 但是公主病呢 是时时刻刻都要指挥你 这叫公主病 啊 那你现在是公主气还是公主病 我现在生气了 等会儿我分析一下 就是公主气它不是一种病 只不过是你生气但是哄不好 但公主病是一种病 去医院检查能治好 王大夫诊断一下16号 你现在是连气带病 哎呀 气绝不通了 刘老师啊 要么你把那个保温杯 别给黑鸭了 送给16号吧 行 里面总是都配齐了 对对 小伙本来是我很喜欢你的 因为我也喜欢司马仪 我特别喜欢看三国演艺 大概看了20多遍吧 然后呢 结果你又不喜欢我这种感觉的 但是私下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个 什么兴趣爱好方面 咱们可以沟通做个朋友 好吧 这好吧这两字 你听完了什么反应 现在会有点出汗 来15号大圆圆 小伙短片里提到父亲就是生病 大学时候的父亲生病 就是我也是 我在我高考的时候 我父亲也生病 然后我就放弃了上大学 那时候家里就是条件不好 我用仅有的3万块钱 又延续了我爸一年的生命 就每当提到这个时候 我都特别心酸 然后之前参加工作的时候 就是我们公司规模很大 有3000多人 很多人 然后就是要求写一篇真文 大体的内容是感恩有你 然后我也写了一篇 就是叫 这么多年你从未离开 然后还获得了二灯角 就是那都是真情实感 这个这篇真文爱上了杂志 咱们的导演也看了也挺感动 我觉得小我 拿过来了吗 拿过来了 拿过来了 放哪儿了 导演那手里呢 放导演那儿了 导演那个杂志 这些年你从未离开是吗 写的是什么故事 写的是我爸就是在世的时候和我们的生活 为大家挑出一段念念吧 好吗 感觉一下 好好好 燕子姐 要么就是你选一段我来读吧 好啊 好啊好好好 好 高考时 我考上了公费学校 可把父亲乐开了花 那时父亲还很健康 只是偶尔喂他 每次父亲打工回来 都先到学校看我 然后塞给我几百块钱再回家 我们还合伙不告诉母亲 有一次父亲来看我 我一辈子都忘了 是炎热夏天的一个中午 父亲穿着暴摄的工作服来看我 可能是一路奔波忘记了换 他站在学校大门口 远远地张望着不肯进来 看见我走过来 他像个孩子一样手无足道 我说 爸 大热天的 咋不在天气凉爽的时候再来呢 多热呀 父亲顾不上回答我的话 连忙从兜里掏出一大钱 我一看那都是一圆的 整整一百张 父亲急忙说 我一会就走 别让你同学看见我 我说 爸 你说啥呢 我不怕他们看见 你就是我爸 多幸福少去吧 父亲还是着急地转头要走 我无法体会父亲当时心里的滋味 但我心里是酸的 父亲曾经经常逗我说 等他老了 就到我家来 让我养他 我也总是很欣慰地说 好啊 等我结婚了 就怕你接到我家来 让你过上好日子 可是父亲 你却再不给我这个机会 没想到这段文字是大元韵 从这个文字里边我觉得 都感受到了 朱自清写的背影 那里边父亲的那样的场景 其实我和大元韵比起来的话 我更羡慕他 因为他能为他父亲做了一件事 可能是父母不愿意 怕我耽误学习 在我上大学之前 我只知道我父亲身体不好 但是我父亲的身体究竟有多不好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是 对我来说也是挺残忍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 没有我爸爸做太多的事情 一直都觉得好像没有 在爸爸这儿进到校是不是 对 这是我挺遗憾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希望能 在我母亲身上找回来 不想在我母亲这儿 仍然让我有遗憾 好 是是 人世间有一件事绝对不要等 就是及时尽校 我觉得逝者啊 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但是他在天上会关注着我们的 对仍然健在的父母长辈 一定好一点 孝顺什么时候都不晚 就从现在开始 是 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哎呀 刘老师啊 十六盏灯终于全都灭了 王哥一直在纠结你 最初选一中人的时候 画的那道符 另一方面我也在好奇 这么样优秀的一个年轻的化学老师 他喜欢的姑娘究竟是什么样类型的 是不是 很想知道 第三好奇的就是 我们大屏幕的操作员 他究竟得怎么显示你这个一中人 这是老王的小心子 我想知道现场观众想不想知道是谁 好 来看一下 我们导演能够算出来 哎呀这我给你讲 这都丢人丢大发了 还好意思 还好意思些不知道 不是整个导演组都在那儿 这么长时间没算出来这样 你揭晓吧 有了